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 第一步就是小后台 不说 不说 说 不说 说 不说 他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先天子宫发育不全 导致无精证的他 子宫大小仅剩正常人的十分之一 结婚十年来 先生只知道他没有月经 却不知道他根本无法生命 如果把时光倒退十年 你还会解锁这个秘密吗 医生 我不能没有这段婚姻 或许并不是所有男人都想要有小孩 但最近他又开始提起 怀孕的事 还说要一起来做检查 我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拒绝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带先生过来 该怎么帮他呢 为了守护婚姻 又不想剥夺他为人父的权利 眼前只剩代理孕母这条路可走 但法律并不允许 目前我们无法可走 你要有心理准备 难道我只能找个李过婚 有孩子的男人 当太太与孩子无法兼得 你会怎么选呢 当子宫决定了婚姻 你又会怎样抉择 揭穿了这个不能说的秘密 一年后他离婚 医生建议他先冻存卵子 冻住希望 等待下一段的幸福